大家午安 我是秦燕營 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 接下来这些小事国内外大小事 要您听得懂的话 随便您听 现在介绍这些小事的来宾 首先要介绍的是台大哲学系教授院举珍老师 燕營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 大家好 平安 以及政大外交系教授吴崇涵老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刚才先带你来看到的是 现在没选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昨天很多人在看这个 椭圆形办公室的演讲 拜登出来了 好 这一回他告诉大家 为什么他要退选 先来听有话 我相信 我认为我认为我的冠军 我的领导在世界上 我的领导在世界上 我的领导在未来的未来 都没得到第二个月 但是任何 任何 任何 能来到的方法 救出我们的民党 这包括了我的自信心 所以我认为 我认为 我认为 是把这种状态的 是把这种状态的 那是最好的方法 而且呢现在也传出了 说是不是跟年龄有关系 35岁以下的选民过去呢 49%支持川普 42%支持拜登 好可是现在换成贺锦丽之后 哇支持他的人 35岁以下反而比较多一点点 有47%赢过川普 到底这个选情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 乔治克隆尼算是很死忠的一个 民主党的支持者了 先前呢站出来 请拜登为国家好 哎退选吧 现在呢换了贺锦丽之后 他讲说呢 还要尽一切的所能 支持贺锦丽来选出 也谢谢拜登拯救民主 好贺锦丽其实已经开始 他的竞选行程了 第一站呢 他就选了一个摇摆州 同时呢 哎打川普还蛮大力的 听听他的原话 美国之前曾经试过 这些失败的经济政策则 还真かな 我们不能再返回 我们不是再返回 不再返回 我们不是再返回 不再返回 我不再返回 我们不是再返回 我们不是再返回 好他呢其实现在已经开始 他的竞选行程了 当然呢很多人对于他 有不同的想法 各种的意见都有 但是呢现在看起来他赢够了 足够多的民主党的选举人票数 应该就是铁定获得提名了 他强调自己呢不是由上而下 要由下而上的来赢得选举 但是这些讲法在川普眼里 他怎么说的 他说他叫做激进的左派疯子啦 他就直接用这种比较直接的字眼 来形容贺锦丽 只是先前呢他打拜登的时候 用的是年纪 说呢对方年纪大啦 对方精神状况啊 健康状况有问题 啊现在反过来了 变成他年纪比较大 好所以接下来想必会是另一种的出招 所以呢他的讲法就是说呢 哎他到底是不是 比如说女性一点的政策啊 堕胎政策 又回到一些比较基本教义的问题上头来 至于面对拜登 他则说了他的那个演讲啊 椭圆形办公室的演讲 他几个字啦叫烂道报 难以理解 他就直接给了这么明白直白的评论 好川普现在真的有因为换人而出现任何势头上面的变化吗 本来很挺他的这一位马斯克 有人说他每一个月都要捐14.7亿元 给挺川普的政治组织 他马上出来说 哎嘿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 好可是问题是 现在就民调上面来说 大部分的还是认为川普呢 可能领先会多一点点 即便在误差范围之内 纽约邮报就直接讲了 说其实贺锦丽现在呢 赢不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主要的民主党大佬奥巴马一直没有 东西给他 好为什么他没有要相挺他呢 内幕报道 原因是说 因为啦 他其实本来后就没有想要来挺贺锦丽嘛 他本来属意的是这个 阿里套纳的参议员 前太空人凯利 好可是为什么贺锦丽出现之后 他没办法挺呢 据说是因为跟先前贺锦丽 他当副总统 他其实主要要负责的是边境问题 但他却一直没有去边境那几个州 然后接受访问的时候呢 又常常出财 让大家觉得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跟这些有没有关系 一个问号 另一个呢则是说了 其实拜登跟奥巴马两个人是有心结的 2016年当年呢 奥巴马他支持的是前国务卿希拉蕊 后来被川普打败了对吧 好那个时候其实拜登就想选了 可是奥巴马不给他选 甚至四年之后呢 他要出来选的时候 奥巴马还建议他不要去选 所以这一些呢 都是两个人先前有的心结 一直延续延宕到现在 到底美国政局会如何发展 剩100天左右的时间了 真的有可能翻盘 或者是出乎意料吗 请教一下亮哥 因为这一次确实啦 以前美国大选没有过这么精彩的 峰回路转跟看连续剧一样 您怎么样来看昨天拜登的这场演讲 没有任何心意 也不会造成人家的人心振奋 那个沈富雄讲了一个评语蛮不错的啦 是 他说本来拜登已经在安宁病房了 那贺锦丽就是回到家户病房这样 所以还是很严峻啦 还是很严峻啊 那我们不能够看总体民调啦 美国总统大选没有人在看总体民调 是 那希腊蕊2016从头到尾都赢啊 最后还是输啊 所以要看各州民调 那各州民调就是那七个关键州 你能赢多少 所以为什么欧巴马会做这样的判断 欧巴马支持那个Mark Kelly是有道理的 因为Mark Kelly他不是典型的政治人物 他是太空人 是 那后来就当了这个亚利沙纳的参议员嘛 那我觉得欧巴马就是在想应该要取 一个中间偏左的 不要那么左 事实上 川普那边现在已经把 对那个贺锦丽做了定位了 就他比Bernie Sanders还左 这样 他就直接这样批他 说我们要找一个极左翼的人来当总统吗 那当然 到时候你就会看到他在加州的表现 比如说他关心的议题可能就是 堕胎啊 两性平权啊 少数族裔的权利啊 美国总统大概没有人是这样出身背景的 我真的没有看过 那大概只有那个麦高文啊 那麦高文就输了一塌糊涂嘛 就太左 就是你总是要关心那个全国经济吧 关心一下全球政治吧 因为你毕竟是那个全球领导者嘛 可是贺锦丽从未表现过他在美国经济 全球政治的观点 这个后续他一定要接受一些比较严肃的专访 这个包括电视啦 还有杂志啦 然后9月10号就硬仗来了 就要跟川普辩论了 那坦白讲我昨天就已经看到 川普已经在对贺锦丽做定位了 他把它加了一个绰号叫做 Lying Camera 说谎的贺锦丽 已经从笑变成了Lying 他现在讲Lying 那当然他的川粉们还是很多人在讲Lying 可是他现在已经开始讲Lying 那他主打的一个点就是说 贺锦丽你要诚实说 你难道没有看到拜登的心智能力在下降吗 你为什么隐瞒我们 川普等于是要打他说你说谎 就是说你跟那些民主党的高层都说谎 因为拜登早就不试任了 那你又说不说真话 然后共和党也用这个逻辑 进一步要求拜登要辞去总统 说你既然因为心智能力有问题 不能参选总统 那你还能当总统吗 还有半年啊 那不是多危险啊 没有他的任期到1月20号 那接下来1月20号 我们这个国家岂不是进入空转状态 而且讲白了啦 事实上连美国的外国的盟友啊 现在都直接在跟川普打交道 这个其实是对现任政府的极不尊重 那个匈牙利的那个Open 这个不意外 连麻省太郎都偷偷跑去见川普啊 还有泽伦斯基跟川普打电话 你把我拜登当成什么 而且他还讲了一个例子 我觉得蛮有道理的 因为拜登最近在白宫做了一个授权令 说把乌克兰重建的相关工作 那把这个授权给财政部长跟布林肯来做决定 那川普就说 为什么没有给贺锦丽 我觉得这一点能打到漂亮啊 他说你看拜登 连这个重要的乌克兰重建的相关的决策 也不交给你啊 所以你这个人怎么能当总统啊 所以我觉得川普真是蛮厉害的啦 那这些问题贺锦丽到现在没有回应 打得好像还蛮到点的 好像那个按摩有按到穴套那种感觉 来请教一下吴老师 其实我们这几天在看贺锦丽 感觉上来要带领民主长气势 然后要试图要翻盘 他们讲现场翻盘 不是只有保住国会而已 他们要赢得胜选 那我就看一下这个整体的民调 538这几天新的民调也都出来了 总体民调还没有出来很多 大概像这个路透社委托Ipsos做的 还有一个最新的是这个 Big Village 那当然这两个互有消长 Big Village 川普还是赢贺锦丽大概1到2个百分点 但是这很有趣 路透社的Ipsos 它是倒过来贺锦丽赢了 那但是蛮有趣是这种 总体的民调我们要看长期 而且多家的比较 包括YouGov啊 包括其他Winnipeg 这些我们都要看 然后再来去评断 但是呢 刚才亮给你讲 我们知道看这个总体不太准 还是要看的是各个摇摆州 特别讲宾州 Michigan Wisconsin 然后再来是这个内华达 亚利桑那跟乔治亚 那当然这几个州 像宾州 目前看起来川普还在领先宾州了 所以民调现在很紧张 是宾州如果输掉 基本上就输掉了 因为我们常讲嘛 得宾州者得天下 这很有趣 那这个未来的走势 贺琴力势必要打得更积极 而且更有弹性 然后试图让川普犯错 让他犯越多的错越好 激起这个所谓反川主义 来整个票凝聚 他才能赢 第二个就是贺琴力 要把自己的人格魅力拿出来 他必须要有更强的吸引 不仅是年轻选票 中间选票 甚至少数族裔选票 他要有更多的政策牛肉 因为毕竟美国的选民都说 贺琴力感觉不错啊 女性 可是我们需要多听听 他讲的政见 毕竟他讲的政见太少 而且过去他的一些 我们讲施政事迹 他也不够形塑完整 举两个例子就好 我就举这个移民 跟这个所谓堕胎的案子 我觉得这两个未来是 下一次辩论最大的一个亮点 也是贺琴力 是不是能反败为胜的关键 那在移民的上面 我们也讨论过 他曾经 拜登把这个移民的大问题 大重任交给他 他一上任的时候 我们讲的这个所谓的 这个中美洲 有北三角国家 这个委内瑞拉 不是 瓜地马拉 尼加拉瓜 跟宏都拉斯 这三个 那他们的大量移民 跑进了美国境内 墨西哥境内 那他们是说 从源头跟源去着手 所以他们要改善 这三个国家的经济情况 希望借有改善 这三个国家的经济情况 能降低移民 蜂涌至美国 但他在这方面也没有展现出非常好的成效 而且没有做好很好的公关 我想他可能接下来要 试图让他的长才展现出来 特别是他讲话的方式 因为还有很多美国人认为他讲话是个灾难 讲话都不太到位 那当然在堕胎方面 他展现比较积极 而且他是支持这个 要反对共和党的 因为他们罗素伟一旦成立了 让很多可以去堕胎的人反而不能堕胎 这点贺锦丁他是非常的care 而且他在加州担任参议员的时候 他们也试图用了很多法令 就是对于那些限制堕胎的州 你必须要有证据 而且要医生呢 你要如果你不让人家堕胎 你要有证明 你要展示出你的这个所谓的 对医生的合格的测试 所以他们在这方面 我想贺锦丁还是会把他过去 做的政绩拿出来 就是包括他在堕胎上面 他非常的跟民主党走在一块 所以为什么人家说他极左 但是他还是有许多地方 可能会被川普拿来打 包括在他任内 他在这个加州担任这个检察总长的时候 他那个零元购的问题 就是他失误造成 那当然这一点方面我想 你是在加州 然后造成这么大的东西 你必须要有适当的去论识 而且你要抵抗 这个川普接下来要把你 用无所不用其事 把你抹黑 打到这个极左 一旦他把你打到极左 你的选票就会越来越低 因为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 他们对于一个极左的候选人 势必还是不会那么赞同 虽然说呢 现在这个贺锦丁看起来 他是以内政为主 但是在过去这四年 大家就开始在问 他做了什么样的政绩 然后忽然你想要回想的时候 很多美国人可能会开始想说 好像你很难具体的去讲出多少 如果在政治上面 虽然他有选过副总统 但是他是不是有经过完整的检视 现在都会被伊伊拿出来讲了 请教院老师 美国的选举跟我们其实是 个人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但是因为美国在世界所扮演的霸权角色 尤其对台湾目前为止的话 真的是息息相关了 那么拜登的立场还算是有一点谱了 但是就是年纪大了 大家就开始怀疑美国总统的候选人 搞了个拜登错 突然搞到最后实在是没办法 错误百出 这个普京跟哲伦斯就混淆在一起 这个大家都已经根本都不晓得怎么办了 那现在我讲贺锦丽 贺锦丽是这里头当中的话 她有三个机会 我觉得贺锦丽机会不大了 也不要埋怨欧巴马没有支持她 因为欧巴马觉得说参与美国政治 既然要搞民主政治就为了要选胜 那贺锦丽本身 首先第一个 贺锦丽是有黑历史的 当了这个政客人物的小三 这个其实讲起来对一个 大家了解 美国是一个对道德本身来讲 是非常非常尊重的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 这个美国只有纽约州跟这个加利福尼亚 搞不清楚美国中西部 美国是很保守的基督教国家 第二个贺锦丽的人格上来讲 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除了她非常喜欢大笑以外 刚刚我看电视都是哈哈大笑 没有停过的大笑 除此之外我不知道她讲什么 因为最近她在能力上来讲的话 我就是特别注意到一件事情非常有趣 就是她这个能力当中讲话的时候 上次我很认真的听一下 贺锦丽到评论AI 从头到尾评论的话 不清不楚真的还不如我 我是学哲学的评论都比她好一点 从头到尾都不在讲什么东西 那贺锦丽讲话很多都是这种情况下 好像是用律师的语言 就是主要是羞耻 我讲一下三个贺锦丽 只会加深美国的分裂了 首先第一个拜登当初找她的时候 根本就是叫她以她特殊的少数女性 然后这个白左这个立场来当她的副总统 然后之后拜登没有把任何事情交代给她过了 没有做过任何事情 唯一叫她去做的就是处理边界的那个偷渡的问题 她自己连边界都没有到 然后居然口出狂言 要给边界的每一个非法移民医疗健保 大家知道医疗健保在美国是非常敏感的一题 就是美国人都不一定有健保 另外的话她的左派其实我觉得强调她是一个极左的疯子的话 有点侮辱左派的感觉 因为她不是真的的那种社会平等的左派 她是基本上你不喜欢什么我就偏干什么的这种左派 另外的话她有个强烈对比 因为她不应该对比到这个川普了 而这个里面她应该对比到川普的副总统候选人叫范斯了 因为他们的话然后是完全相反的对立 一个是少数民族实现了美国梦 另外一个是红膊子对于美国梦极为失望 一个是这个印度跟非洲裔的混血 另外一个就是纯种的白人 那就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就会发觉现在美国是一个非常分裂的现象 但其实呢在现在这个国际上面来说 大家比较看到的是 其实美国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它重要 因为世界局势在改变 目前呢在美国他们五角大下 发了一个新的报告出来 哎很在意的是什么是呢在这个机圈这一边 哎是不是中俄联手了 然后呢又看到了俄罗斯这边突九五呢 还有中国的轰六进入了阿拉斯加ADIZ之后 他们的战机赶紧升空来拦截他们 而且呢现在不只是这样而已 最近呢刚刚要开始的这个阿博联合大公国的空军 还有中方空军的猎猎之盾军演 好这件事情华盛顿这边非常关切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呢在中东这边 他们有什么他们有F16啊 他们有幻象啊 好这些呢一旦他们要空中军演的时候 哎实打实的这不就是等于在帮中国练功吗 这一件事情呢就让华盛顿这边很担心 中方会借由这一些的演习收集了这一些战机的情报 又或者是这些战机的性能 对他们的战略性作战上面更加了解 但其实啊在去年的演习上面呢 就已经有人在卫星图上面看到了 两架的波音C17A全球霸王的重型运输机了 这一些通通呢都是让美国这边是比较在意 而且是比较介意的 另一个更介意的则是航母被偷拍 事情发生在南韩 所有三位的中国留学生跑到了釜山 用空拍机啊去偷拍美国的罗斯福号 当场就被韩国的警方给逮捕了 同时呢也依违反军事基地 还有军事设施保护法等等呢 直接去进行调查 罗斯福号会开来这边 主要就是因为他们前上个月的时候呢 是跟美国还有日本 还有韩国的自由之任多域联合军演 好之后呢他们在这边没有直接掀开回去 中方的这个举动会让大家问 真的是留学生吗 他们到底想要做些什么 好另一个呢则是现在美国呢还是持续的 在制裁支持朝鲜导弹计划的中国个人 还有公司这一些呢其实就是在整个世界局势上面 军事上面的发展 另一个讲到的军事则是大家很在意 中非之间目前的状况 菲律宾最近对于中方提到中国 他们可能就会突然神经都崩起来 因为传出啦他们的市长竟然是中国籍的间谍 好这个呢是菲律宾的一个市长叫郭华平 那现在发现他是涉嫌参与当地的线上博彩公司人口贩运案 人已经跑走了 这个菲律宾这边的政府进一步去查 才发现他竟然呢真实身份是中国籍的 而且是中国的间谍 开始就有知情人士出来讲了说 你们知道吗 在菲律宾要买一个未造的身份证 出身证明 护照驾照 三合一套餐 竟然台币大概16、17万就可以全部买到 他们想问的是有没有可能有非常非常多 这样的中国间谍渗透到了菲律宾里面 好菲律宾现在开始来讲了这个是心理战啊 所以呢小马可是开始扫啊 把这些离岸博彩啊 这些外籍员工通通通通扫荡 不法的不要破坏菲律宾这边的治安 而如果说呢被发现的通通给他送回去 他们就讲了啊 这个产业里面呢说大概聘雇了2万名员工 大多数都是来自对岸 同时呢两边 哎民间的整顿之后 军事上面该谈的安全措施还是得做 好所以呢在海上的部分飞方讲了 南海的补给啊先前不是有磋商吗 现在是希望啦 哎我们可以按照先前补给的问题 达成临时安排 中方这边回应就讲了 好啊可以啊 那就言行一致 说到做到不要节外生枝 但菲律宾的讲法是说哎那我的理解跟你的理解一样吗 我的理解是哎我们按照这一些的协议来进行运捕 可是我们没有同意你登船检查哦 双方看起来达成的是很普通的共识 但是内容实际要怎么执行 好像还有变数就想要请教一下亮哥了 因为呢现在从美国哎到整个亚太 对于中方来说其实美方这边是有防范的 首先先看到了中俄在阿拉斯加这边让美加战机 通通都升空 我这个事实上这个这一节的内容就是中国的力量在向外扩张啊 嗯 那有的是直接表现在比如说俄罗斯 军机进入阿拉斯加的附近啊 那以前就发生过船舰嘛 这个趋势难以阻止啊 因为 这个北极的合作中俄都已经在联合声明里面直接写进去了 而且双方确实有很大的互补性啊 因为破冰船俄罗斯大概拥有50艘 全世界最多的 那俄罗斯的北极北冰洋的港口 需要中国协舰 这基建的问题 所以双方真的有很大的互补性啊 所以而且中国大陆 因为有欧洲很大的贸易嘛 如果可以透过北冰洋到欧洲 那大概可以省什么四个小时以上啊 那尤其是大量的一定要用运输船嘛 你中国班列那个量绝对比不上用运输船啊 所以这个趋势难以阻挡啊 那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就阿联酋啊 跟中国这个军机的演习 这个真的是匪夷所思啊 我坦白讲我看到我是非常惊讶啊 因为美国怎么会事先不知道呢 怎么没有去阻止呢 其实阿联酋跟中方 坦白讲他就是第一个用华为的 这个中东国家啦 而且他的华为在2019就开始建制了 而且他非常坚定 他坚定要使用华为 因为他想要成为 那个数位货币 就是人民币啦 金融中心 所以我觉得中方一定会要求你那个电信一定要用华为嘛 因为那个有秘密的问题啦 那美国去威胁他 说你如果要这样那我F35不能卖你 那阿联酋就不甩美国啊 他说那我去买法国的 就是这样啊 那现在还进一步 买了法国之后竟然跑来跟中国做演习 这个得罪可大啦 这个 如果这个 因为我们知道阿联酋就是沙特的弟弟啦 所以这个沙特没有点头 我估计他也不敢 所以这个恐怕 这个恐怕美国会伤老金啦 就是怎么怎么中东这个地方两个跟美国比较亲的阿拉伯国家 这个沙特跟阿联酋现在变成这样 因为那个沙特最近可能还会买一堆中国的军备哦 所以他相对于美国的军事上的自主性 看来是越来越高啦 那这个大概就是对美国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啊 那另外那个中非那个协议哦 我觉得真的有点怪 我觉得是有一些话被人家说出去了 那造成菲律宾觉得没面子 所以越有人要出来否认 我认为应该就是真的啦 可是这种话不能讲 外交上有一些话是不能讲的 可是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大嘴巴就把它说出来了 比如说登舰检查 这个不能讲啦 就是彼此有一个默契说 哎人爱交你以后不要来乱了 那我会让你那个水跟粮食可以做补济 那我短期内也不会去拖他 那就讲到这里就好了 可是人家就会觉得奇怪说中国如何查验你是水跟粮食啊 他怎么知道你没有偷运建材啊 所以就可能就有人问了 那结果就有人回答说那他可以登舰看啊 那这个我觉得菲律宾一定有一些鹰派觉得这个不能对外讲 所以我说我的感觉啦 我的感觉应该就是确实有这样的一个默契啦 可是就是媒体在登嘛 那当事的那些菲律宾的单位他就不能承认 可是你不这样你要怎样 因为目前中国大陆公布了那个海洋生态的调查报告 他就说你已经造成海洋污染 那中国大陆也没有退路耶 就是如果这样下去 那中国到最后是一定要拖走啊 是 那拖走那个不是局面更糟吗 所以我是觉得反正就是发生这么件事啊 我认为他们是有默契 可是有人把它说出来 那就在破局的边缘这样 到底最后这个还有没有办法如期进行 请教一下渊老师你怎么样来看 我先强调一下 这个进入阿拉斯加的这个附近里头啊 中国是跟着俄罗斯的 图九五是轰炸机 那轰六当然也是轰炸机 这里头基本上是药物扬威嘛 就是说你平常强调你来我这里 我就来而不往飞里一眼 这个基本上的话 不过我强调这件事情 因为俄罗斯本身来讲 在阿拉斯加你看到 基本上就在它的领土当中飞过来飞过去的 这个就是借着机会 主要是因为以前都没有过这么近 接近美国领土嘛 所以它本身的形势意义非常重要 美国本身也心知肚明 但是当中提到那个阿联酋的事情 我倒是觉得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解释 因为从去年的十月到现在的话 整个这个中东地区对于美国 给以色列无条件的支持 感觉上是好像是让他们这个 你刚刚讲说他跟沙特之间就是属于 就是说中东地区 大家一般来讲认为说 沙特本身做不出来任何的像个领袖的样子 然后拿美国对于以色列的支持 也没有什么办法 这个基本上的话 用这种事情来做一点反制 就是确实是让你感觉到说 不可置信 匪夷所思的结果 然后达到一个相当 我觉得是对于美国一个表达 直接表达一个反抗 这个我觉得从这种角度来讲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重要的是 大陆的保密 以及这个阿联酋的这个 也保密这件事情到现在出来以后 也没看到美国做什么样的反应 也足以说明 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确实是下降 这个情况非常重要的 那另外有关于菲律宾的事情的话 我觉得你要从基点角度来看 首先的话 我认识的菲律宾不少 首先那个郭丽萍 这个市长 大家要了解 什么买个护照 什么就可以变成市长 这个有一点胡说八道 你知道吗 你要当市长的话 菲律宾的华侨 我跟你讲 菲律宾的华侨的话 你爱哪一国 你基本上的话 这是最敏感的议题 我必须强调 就是说菲律宾不是不知道 有很多华侨在 而且菲律宾知道 他们的有钱人很多都是Chinese 但是这个基本上 这是个非常敏感的议题 因为菲律宾用什么语言 你要选举要讲Takaro 对不对 那基本上的话 这个不是说买个护照 就学会这个语言 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然后另外的话 有一个非常重要现象 就是大家要了解 菲律宾是一个极其要面子的国家 非常要面子 而且人口一亿 岛屿七千多个 不小 非常大 而且很丰富 那为什么治理成这个样子的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菲律宾的话 情况来讲 人家治理的好不好 我们不知道 但是实际上 他们的民族主义是非常强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跟这个大陆签了 这个协同的这个条约 里面说不准上船 要上船来检查 他们当然要讲 要表达立场 否则的话 小马克思都不要干 然后第三点非常重要的是 前一阵子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大陆的那个船 已经是水炮又开 而且是密集的开 两艘一起开 就是说对他们来讲 已经构成了实质的压力 而且他们本来也是搞了很多 摄影记者在那边拍 的那种结果 都是录下来的话 这个感觉到 危险比例差非常大 那个船好像差了 将近七八倍不止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菲律宾现在目前为止 只要在有面子的情况下 把这个仁爱交的座谈的 马德雷三号 看看大概慢慢就自然解决 能拖就拖 不能拖就算了 大概是这种情况 是 请教一下吴老师怎么看 我想讲中非问题 现在除了马德雷三号 仁爱交事件 铁线交 这是两个冲突点之外 这几天的新闻 我们也看到菲律宾跟越南 就大陆棚事件 向联合国大陆棚委员会 提出申请 他们要扩张大陆棚 然后因为这件事情 不但是中国大陆的外交部 发表了抗议 因为我们的外交部也抗议 很特别 很特殊 所以我特别往这个新闻去查了一下 就发现 第一个大陆棚这个议题 我觉得知识体大了 为什么 第一个 什么是大陆棚 大陆棚是什么 因为我们通常在讲两个国家 通常最有关系的是经济海域 EZ 因为经济海域在南海那边 每个岛屿大家都说它的 结果大家的经济海域都交叠了 这是最大的问题 是当我们 不管是马来西亚也好 中国 菲律宾 越南也好 或台湾也好 我们在讲说 哇 这些岛屿是我们 最重要的是经济海域 太交叠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太平岛 没有画所谓的领海 12海里的领海 因为我们不敢讲 讲的话会遇到很大的问题 但这一次菲律宾和越南 他们突破了 他们往大陆棚 往海底下 想要去 去争取它的权利 大陆棚是什么 我把这个图片给观众看一下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A的地方 A是我们在讲 这个就是海滩 一般我们玩水 也不会玩那么远 在海滩 B就大陆棚 大陆棚意思就是 在这个水面底下 就你领海基线 往外 水面底下200公尺深的地方 它就叫大陆棚 简单讲它是一个底坡 你可以叫大陆架 或是棚架 或大陆棚 只要是200公尺深的地方 都可以叫做大陆棚 大陆棚可以分内陆棚 外陆棚都可以 但它只要是200公尺深 它就属于大陆棚 简单讲它就是一个国土的 向下延伸 那是什么意思 南海有很多地方 它只是大陆棚而已 有很多像中叶岛的地方 它是大陆棚的概念 简单讲 当你的大陆棚往外延伸 你可以延伸到别人的大陆棚底下 那这一点在我们的太平岛 就是一个很大的例子 就是菲律宾它强调说 它现在申请是西巴拉旺地区 从200公里的大陆棚 要延伸到350公里 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权益 那当然联合国大陆棚公寓又讲 当大陆棚的这个问题出现的时候 要有两方的当事人 就大陆棚的画界来确定 大陆棚要画在哪里 菲律宾越南不会跟我们画 它也不会跟中国画 再来是如果两边都不想要画 那就以中线来决定大陆棚 大陆棚为什么那么重要 因为那边可以开展石油 天然气非常重要 它在底下可以挖东西 所以这一次我想菲律宾跟越南 他们又想出这个奇招 我觉得蛮有趣的 南海又是一番非常重要的争夺 其实在现在除了说 我们刚刚特别提到 中东这边的一些局势变化之外 最近大家看到了中方在中东这里的着力点 大家也开始意识到 好像现在中国跟以前不一样了 这个是北京宣言 是中东的北京宣言 它把所有的巴勒斯坦的这一些组织 通通都要过来 里面当然就包括了法塔 还有哈马斯的代表 大家一字排开 14个派系代表签署了一个北京宣言 讲的就是什么 我们以前一直纷纷吵吵闹闹闹 现在大家坐下来 为了两国方案 为了让我们能够独立建国 大家内部和解吧 这么样一个结果 其实联合国欧盟 大家通通都是表达支持 更不用讲他们的中东兄弟们了 好 可是呢 问题来了 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美国反对了 美国就讲说呢 那之后呢 之后如果说真的是要来治理的话 那我们反对哦 反对哈马斯参加战后的治理哦 以色列更是直接讲 这个宣言根本就不应该存在 不支持哈马斯发挥作用 甚至是谴责中国促成协议 还说了 这个呢 就会让未来在这一个地区 让哈马斯呢 采取拥抱的态度 哎 他们是没有办法接受 毕竟要占到一兵一竹嘛 这已经是中方在中东 第二次担任调停者的身份了 而且呢 以前确实很多人都不认为 这个东西有办法达成 那目前呢 以色列这一边 他们是直接先到美国去 那塔尼亚胡人在美国 举行了一个国会演讲 强调两边通通是站在 同一阵线的 来听他的当时谈话 讲的都是说 美以基本上就是一个话等号 可是问题是 美国大哥在讲话 拜登好了 还是大哥啦 拜登呢 他曾经有提出三阶段的 这个以哈协议方案 要结束战争 但是那塔尼亚胡即便来到了 美国国会都是怎么说的 都是说要带所有人质回家 同时呢 要摧毁哈马斯 所有的军事能力 以及在加沙的统治 不会妥协 那表示没有要止战的意思吗 先前瞧的 现在看起来好像都不算数 那塔尼亚胡就是要站到最后一兵一卒 而在场外呢 则是有数千人 直接跑到了华盛顿街头 跑到了国会山庄外面 抗议的就是 为什么我们美国人现在呢 是跟他们站在一起 同时呢 他们也讲 加沙这个战争 现在已经造成了多少人的死伤 他们无法接受 但是即便呢 场外有这样子比较激烈的抗争 以色列总理 纳塔尼亚胡 依旧是讲 说这一些人呢 他的讲话也是很直白 叫做伊朗有用的白痴 这个讲话呢 就变成都完全的双方呢 就是没有再留任何余地了 好 可是中东这一局 美方现在讲了 还算数吗 另一局 一样是战争 俄乌战 是不是也开始 换大哥协调看看 王毅现在在广州会晤的是 乌克兰的外长 他希望能够促成俄乌会谈 好 乌克兰的外长 库列巴在战后 第一次到中方这一边来 强调的就是中方啊 现在一定能够发挥重用 我们愿意谈判了 同时分析也说 中方现在呢 是不是也希望能够来 当一个和平调解人 扮演这样的一个形象 那哈德逊这边的专家呢 特别提醒大家了 中国是没有参加瑞士和平峰会的哦 因为那场俄罗斯这边没有去 俄罗斯不能去 欧美的态度现在的状况到底是什么 欧盟这边呢 其实八国的财长呢 特别的还是在批俄罗斯的 讲的是普京呢 在兜售谎言 同时呢还讲说 如果担心俄乌战 明天就会停火的话 俄罗斯呢会继续 要二次攻击欧洲 美国 英国这一边呢 大家认为 他们应该是同一阵线 英国的总参谋长强调 三年内必须要做好 跟中俄一轴心国 邪恶轴心作战的准备 不论他们是赢还是输 我们一定要赢 好换句话说 中方跟俄罗斯现在化在一起了 当事人想要协调 但是好像旁边的哥哥姐姐们 不是很希望 请教亮哥应该怎么样来理解 两场战争持续在打 但是现在呢 中方开始 希望能够扮演一些角色了 而他们再一次在中东这边 签下了一个宣言 我觉得中国这个 基本上是整合巴勒斯坦内部的 不同的政治势力 那这个当然很重要 因为未来 加沙若要建立战后的政府 那本来各国的大部分的希望就是 由那个巴勒斯坦人 自己来自主政府 那本来是约旦和西安那个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过来 可是哈马斯是地头蛇啊 你当年也 法塔赫也是被他赶出去了 所以你不可能说 你要把哈马斯排除 然后要在加沙建立 有效率的政府 我觉得这个是 不太可能啊 除非你长期驻军啊 问题是目前美国跟以色列 就是这样主张 因为以色列跟美国都认为 加沙战争结束之后 如果哈马斯参加了 那个新的政府 那最后这个政府 还是会被哈马斯控制 实质上控制 那历史上是不是这样 历史上真的就是这样 就是你那个阿巴斯 根本就是没用的自治政府 那当年在 黎巴勒斯珍珠党那边也是一样 实际上那边本来联合国 也有做一些安排 那后来就是都被他吃掉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两难啊 就是哈马斯就是比较凶悍嘛 这是事实 那在这里坦白讲 真正的矛盾 倒不是巴勒斯坦内部的 不同力量怎么和解了 而是 那个哈马斯跟以色列怎么和解了 我觉得这才是根本问题 因为你如果没有达成一个 以色列可以接受的方案 以色列根本不会撤军啊 那以色列不撤军 谁能把他赶走啊 这个地方谁有能力把他赶走 中国大陆在这个地方也没有军队啊 你从吉布提那边能过来吗 那个数量也不够啊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实质的问题 就是中国大陆目前都是做外交的努力 那可是如果真的卡到了军事的矛盾 那你怎么办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就非常现实 其实坦白讲那个俄乌和平也一样 就是会卡到军事矛盾嘛 比如说俄罗斯 如果坚持要那四个邦 还有克里米亚 那不撤军 那你怎么办 事实上普京目前提的方案 是说我超过那四个邦跟克里米亚的部分 如果乌克兰愿意停火 那我超出这四个邦的军队可以撤回家 他并没有说要从四个邦撤军啊 头都洗下去 对啊 从来没有这个方案 所以你说俄乌和平要怎么谈 你乌克兰如果不接受现有的边界 你要怎么弄啊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两边的问题对中国大陆来讲都是一样的困难 就是强的那一方不愿意真正撤军啊 除非战后的秩序你让我有决定权啊 我觉得目前就是卡在这里 那不管是中东或者是俄乌都相当困难 都很困难 但是问题是战争 大家都希望尽快能够解决 而且是和平解决 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继续说 好我们刚刚讲到了 现在呢中方开始试着 是不是要当一个调人的角色 不同的形象 想请教一下苑老师 因为现在不只是中东 不只是俄乌 好像他们都出手了 我认为中国干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了不起到什么程度 应该得诺贝尔和平奖啊 不过真的是没有希望啊 因为中国干了这件事情啊 我跟亮哥不一样啊 亮哥是学国际政治的 我是学哲学的 亮哥基本上讲现实 我讲理想啊 我们现在要了解 巴勒斯坦的现在惨不惨 为什么纳南亚胡到美国去演讲的时候 讲那么凶狠的话 门口里面都烧美国国气 在美国烧美国国气是很严重的事情 大家了解啊 电视机观众 你们前面要了解啊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愤怒 为什么我们每一次都要强调说 人类的发展一定要讲理想 不能只讲现实 为什么中国本身能够聚集巴勒斯坦 14个交代团体 这些都是武装团体啊 法达赫 再加大哈巴斯 他们本身原来有自己的势力范围 因为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对于所有的殖民地的国家 都是采用分裂的方式来进行它治理的目的 印度啊 什么巴基斯坦啊 什么的 通通都是这一套 马西亚什么 通通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一个团结的巴勒斯坦 才有一点的希望 原来从去年的10月份开始 王毅就已经说过四点原则 第一个就停火 第二个就是协商 第三个就是国际法 第三个人道主义 第四个国际法 今天这个巴勒斯坦的人 到了北京里面做了这件事情 他们发表了北京宣言 是为大陆的外交地位做多 那么这样子做多的情况下的话 同时形成强烈的对比 我对于纳特亚胡在华盛顿的演讲 抗议示威的人的话 唯一感觉到一点不满 就是说他们只会对以色列的 纳特亚胡一个人示威 他都没有注意到和平的方案 要按照北京宣言的内容来做 因为巴勒斯坦人建国 是巴勒斯坦人的事情 他们没有办法 巴勒斯坦人目前为止 光死掉的妇女家儿童 就两三万人 大家要想想看 前一阵子我看到一个消息 我觉得真的非常难过 以色列的一个士兵的话 这个狙击手他瞄准了 居然是一个七岁的小孩 然后一枪把头爆掉了 我听了以后我就觉得非常难过 然后那个小孩的话 另外他旁边站了一个十岁小孩 就是拿了一个木头枪 讲说将来要加入哈马斯 所以说大家要了解 渊源相报何时了 我们已经讲了很久了 就快一年了 对不对 大家心里要明白这件事情 中国本身针对于世界的和平要努力 所以我在这边的话 郑重的宣告 我认为西方国家 讲了一大堆的理想民主道德 其实都是讲给自己听的 基本上都是骗人的 我认为中国干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好我们等等广告回来 要请吴老师帮我们总结 节目最后要请吴老师帮我们总结 我们看这一次那两步到美国国会演说 然后大家就开始想说什么时候可以真的结束这个战争 当然我们看一下还是如果是贺锦丽当选 我们把它拉回贺锦丽好了 刚才亮哥讲了到底谁可以真正停火 那其实贺锦丽在这个所有外交政治上面 大家都是大家讲他是拜登2.0 不管是在北约上面 他也在慕尼黑风卫上面讲说 他支持这个拜登的北约政策 至于支援盟国支援乌克兰 在这个东海南海议题甚至中国议题上 他也是把中国大陆视为竞争对手与敌手 但是在中东问题上面 许多学者专家认为可能啦 这是贺锦丽可以突破一个 他不是拿箱跟着拜 不是拜登2.0的一个地方 有几个现象指出 比方说美国情报公司 这个Soufan Group 他的研究主任Colin Clark说 在拜登放弃连任之后 贺锦丽有机会在加萨战争这个地方 我们讲重新开始 简单讲就提出他的新的看法 就是不要跟拜登一模一样 因为在这个加萨战争 在这个哈马斯战争 拜登就是很大的败笔 就是你就支持了以色列人 让这个年轻人或是少数族裔 甚至阿拉伯族裔 对你在这个地方非常不满 就一直掉分一直掉分嘛 不然密西根州 密西根州里面有很大的阿拉伯族裔 大概是占密西根1.6%的 上次拜登在这边赢川普 是赢了2.8% 那你怎么样让密西根州赢下来 你这阿拉伯族裔要很重视 那我觉得贺锦丽在这方面 他会有一点作为 因为你要赢摇摆之后才会赢 所以他对于这个加萨战争 他会有一个新的看法 乔治城大学 乔治华盛顿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的 公共事务学院的院长 叫Peter Lodge 他说贺锦丽感觉要在 加萨战争 跟拜登划清界限 他也要 又要跟 祝福中国人的